这是一碗价值5000万的浓汤 当你喝下后会马上变成一只大马虎 而最神奇的是 这世纪浓汤最后一味食材 却是一种企鹅的口水 而这也是为什么解奶婆婆用了30年 都无法熬制出来世纪浓汤 但是就在小松成功做出浓汤后 她的麻烦也随之而来 大批的记者文讯赶来 其中有一个政府人员施压 要求现在就要品尝世纪浓汤 只是被小松给拒绝了 因为他答应过那个男人 做出来的浓汤 第一口一定要让他品尝 此时阿鲁刚好领着众人到达了现场 而阿鲁也是迫不及待的 想去尝一尝浓汤的味道 蒂娜更是打扮得十分漂亮 这次她的独家新闻一定是特大腕的 当众人揭开浓汤的盖子后 那七彩的光运出现在餐厅内 映照出来的景象 令众人仿佛在梦里一样 而那世纪浓汤更像是完全不存在 如果不是那光运 不会觉得里面有东西存在 阿鲁一口下去之后 他竟然把自己舌头咬了 什么 我感觉了 我感觉了 那味道就像回到了远古时代 让他全身心地回归了大自然 吞下一口后 那浓汤中包含的各种食材的味道 席卷了他的味蕾 让他忍不住地要嘴角上扬 太好吃了 太满足了 此刻喝了汤的所有人 全部患上了一副超级猥琐的表情 另一遍阿鲁法罗 将他从冰之地狱带来的世纪浓汤 献给了他的boss 美食会会长三虎 阿鲁法罗只是一个抬头的瞬间 他手中的碗就已经不见 而三虎仅仅闻了闻浓汤的味道 就轻轻地将碗放到了桌子上 他的目标是美食界的食材 这种玩意还入不了他的法眼 目前美食会中最强的几人 厨师长马德 副厨师长斯塔金 虎林巴奇 还有多米洛特 以及第一支部长艾鲁骨 和调酒施利盟 将农汤下罚 让他们增加进入美食界的实力 随后便消失在大殿之中 而为了最顶尖的美食杠的争夺 也将越来越激烈 而在宇宙的再生锁 萨尼正无力地躺在地面之上 也不知道他们两个 做了什么见不得人的事 而阿鲁和小松拎着世纪农汤救过来了 两人的猥琐表情 让完美主义者萨尼 感觉到十分的惹性 但宇宙可高兴了 非常高兴地朝着农汤跑过去 下一秒另一只大马猴出现 看着眼前的三人 他觉得实在是太恶心了 最后无奈地大喊